欢迎收看司机自我修雅 我是陈薇 我身边这台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GR Super 说实话我自己真的也非常激动 就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可以摸到牛魔王 而它确实也是日本四大国宝跑车当中 唯一一台依然坚守在它位置上的这么一台车型 而SX它已经变成了一台超跑 而3000GT以及RX7现在早已出现了踪影 而它依然拥有那么多与以前非常相似的点 而且是头灯 完美继承了A80的设计 依然是熟悉的FR布局 职业六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而且它的价格在跑车当中也并不算是特别昂贵的那一个 那关于它最大的争议在于它与V4是一台兄弟车型 他们同样出自麦格纳斯塔尔的奥地利格拉茨工厂 所以说他们的身上有非常多的共用件 也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打开基盖 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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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进车里 宝马的 宝马的 还是宝马的 还有大家最喜欢的IDRIVER以及旋钮 当然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还是得开起来才知道 之前我也是有试驾过的一次除了我特别喜欢的软领厂盆之外 它给我的感觉是一辆稳重中性适合所有人驾驶的文明小跑车 内饰与新3系4系差不多 非常精致 排气也是直流标志性的浓厚鼻音 不过除了轻微的一些扑扑放爆声之外 也不算很炸 弯装的趋向也是偏中性的 并不是特别滑 整体来讲 最后呢 好看拉风为主 加一点点好玩 但是SUPRA呢 它的内饰呢 我觉得基本上是F303系的这么一个水平 可以看到T型台的上半部分的设计呢 跟宝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这边一块独立的大屏 是不是有点像马自达 而鱼表呢 也是专门为SUPRA独立设计的中置转速表 看上去非常的性能 一个性能车的标题怎么只有7000转啊 储物空间呢也基本上是Z4的水平啊 不过Z4这边一个挺好用的小储物袋呢 被两个低音号取代了 所以说你在放东西的时候呢 需要伸到后面去放到后备箱里 另外呢 后备箱打开的方式呢 也有那么一些奇怪 你在外部呢是找不到任何的开启按键呢 必须来到车里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啊 SUPRA在内饰的用料 做工以及高级感能上呢 是和Z4有一定差距的 不过呢 一切啊 在点火之后呢 就变得不一样了 好我们先来打火 哇 这个声浪啊 这个双出排气 不光看上去ZDM啊 听起来也比Z4炸多了啊 我们先来把它开起来看一看啊 虽然说同样是340马力 500牛米才F8AT的B58 那放在SUPRA身上呢 我觉得它的性格呢 跟Z4啊 完全是不一样的 从起步开始 你可以看到它的弹射是不限制转速的 特别容易拉一根出去 哇 哇 这个声浪真的是 B58 S58啥啥分不清啊 一个掉头弯回来 前面是一个高速的一个转弯 哇 你能感觉到它的转弯特性跟Z4是不一样的 它的车屁股非常容易去往外走啊 虽然说同样的车头的指向非常快啊 这个是转轴距带来的一个优势 但是它的整个特性呢 我觉得是转向过渡的 那很多集体跑车呢 它其实的配重是前轻后重的 所以说在代沙入弯的时候呢 它会趋近于中景 但是这台车呢 它代沙入弯的时候呢 是很明显会有一个转向过渡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用来跑山的 一定是非常非常爽的 前面是一个绕桩的环节 我们感受一下它一个转向的车身的刚性 哇 你能感觉到它这个比LFA还要强的一个车身刚性 确实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但是说实话呢 我觉得民用车的一面啊 它的悬挂呢 可能有那么一些软 而且刹车呢 其实并不是那种性能车那种 纯纯倒入的感觉 而是跟Z4一样呢 非常线性的释放 你可以非常非常轻柔的把它停下来 那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 这一台SUPA呢 作为一台跑车来说啊 它的离地间隙呢 并不低 前四指后三指的一个表现啊 不过呢 得益于它的整个重心呢 是比86水平对着的86还要更低的 所以说开起来呢 其实并没有那种重心很高的感觉啊 不过确实啊 可能作为一台性能跑车来说的话 这个离地间隙是有些高了 不过 3.0T的SUPA呢 是没有海外版本的可调悬挂的 所以说呢 你在改装的时候呢 会更加方便 各种大厂呢 也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各种悬挂的改装件了 另外呢 虽然这台车的外观看上去 比一次要炸裂那么多啊 但其实它车身上的所有的这一些 啊 凤凤倒倒的 像空气动力学套件一样的东西 啊 其实都是分死的啊 这确实也可以说是丰田特色吧 你看看 Heaven Reading运动版是什么样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台车的定位呢 还是一台运动版的Z4 一台基于CLAIR平台打造的 豪华运动跑车 而非性能跑车 那再回到最初的问题啊 它跟Z4 你到底会选谁呢 说实话 今天我试下下来呢 我觉得它们之间的差别呢 并没有想象大多的那种 天差地别啊 主要还是体现在性格上的一个差距 那如果你特别在乎性价比呢 我觉得Z4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因为 宝马在终端优惠上呢 一直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啊 落地价格呢 比起这台SUPA呢 是要低不少的 而且啊 当今车台 FR 3.0T 以及软银厂分 这三个要素要集齐啊 只有一次这么一台车了 但是这台SUPA呢 我相信啊 购买SUPA的人呢 一定是不在乎性价比的 那如果抛开钱买了它 你可以获得一台BZ4更有信仰 外观更炸 开起来更运动的豪华跑车 但你还要知道啊 这台SUPA呢 作为一个德系日系的缝合怪呢 它在身上拥有所有欧系跑车的优点 同时啊 它的背后还有无数的日本改装大厂 源源不断的为它提供改装件 好 那么屏幕前的你呢 如果抛开价钱 你会选谁呢 你更喜欢谁呢 欢迎啊 在评论期告诉我